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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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的立委或議員 由那個行動 那次是三個 目標是三個 三個都不成功 立案都沒有立到的 連署都不成功的 因為那次的行動失敗 所以才有後面的 降低這個門檻 要記住 25%就可以 25%就可以罷免一個人 民進黨自己定的 為什麼你會定到25% 因為當年你罷免不了國民黨 在2016年的時候 你就將這個 這個罷免門檻提高 收發 降低了 降低了 但是現在有 民進黨的朋友 直指選區又叫做財政員 那個葛蘭美行動 不止一個 以那個最標準做什麼 因為當時是時代力量發動的 罷免財政員 罷免不了 接下來 你現在就罷免韓國瑜 罷免到了 這些全部 都是你們做的 你們罷免這麼多次 就說是 民主的體驗 人家現在罷免你 就是報報式 不理智 不理智 所以現在他又說想收發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 那就收了 反正現在 立法院裡面 你是一黨獨大 你喜歡收什麼 救都可以了 沒有問題 是不是 搞定了 先 以現在的法律 我們先搞定 這個 其實 罷免已經臨場做了 並不是因為 陳柏惟成功了才做的 在七月的時候 在七月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會做呢 有人就數他四大罪狀了 我們先說一下 罷免臨場所要多少票 如果他在2020年立委選舉的時候得票呢 他是拿到台北市第五選區 你看不到清楚 就讓我來吧 他就是81853票 而第二位的 就是國民黨的 林玉芳 就是76437票 輸了5000多票 再下來 第三位 徐立信 這個就說無黨籍 其實是民進黨支持 就是OP的 OP的弟子 就是22000多票 其實那次如果不是 徐立信出來選的話 其實林玉芳 就應該是 林玉芳在這裡已經經營了很久了 是的 我們那些 不是叫做戒票嗎 那個選民 就有244700多票 就是245500票 25%呢 就是6萬多票 6萬1票的 就是如果今次罷免案成功的話呢 就是需要 贊同罷免的 多於反對罷免的 之外還要有 最少6萬1張同意票 就是如果他是 罷免到他或者不罷免到他呢 兩方面都各自要有6萬1187票 嗯 就是沒有這個數 那你就罷免到他或者罷免不到他 就是說這個罷免方就拿到6萬1187票 那麼反罷免的方是拿到6萬1188票多於一票 那就罷免不成功了 反之就成功了 那變成了呢 這個問題就是 當然比他的得票 是低的 他拿到8萬多票 他現在6萬多票就可以罷免到他了 這個就是計算的辦法 沒有辦法的 這個就等於 台中第二選舉一樣 7萬4票左右就可以罷免到他 但是他當時拿到10 可以出了一個賞嗎 我們就說得很開心 就是說罷免 其實呢 還未立案的 現在只是第二階段 審核當中 第二階段就需要 24,475票 是的 他已經拿到3萬多份了 是的 當然扣除了什麼重複啊 死了啊 基本上呢 是立案的 你兩項有一個賞嗎 在11月18日就會公佈的 整個程序呢 在11月18日就核對了 現在交了3萬3份的聯署 那如果裡面呢 是合格的聯署書 有2萬4 就可以立案 就會在11月18日 就公佈 什麼時候投票 是不是立案成功 立案成功之後呢 再會宣佈罷免案的投票日 所以我們現在說 上早可能去3萬3份 原來1萬4份都是假的 那就不成功了 賺了2萬4份是假的 其實我們也要去 吹一下 開開心一下 其實就 不要啊 我們下一次再下一次 告訴大家 不知道 那理論上應該不會的 好了 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要罷免林創佐 才可以的 那他有什麼罪行 才可以的 就是 你沒有理會這些罪行 是對砌出來的 好 什麼都好 就是 出師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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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我們 小姐被那些死飛仔打劫 說你打傷我弟弟 那他也要出師 他製造了個弟弟 被人打傷了 是你打傷 所以我會找你出去 找個地方 就跟你講數 這個弟弟是可以不存在的 去救也可以的 當然 這些理由呢 你不要理會他是不是對白癡 我先講一些理由 五大理由 第一個 2020年底 校園禁萊豬表決案 就是說 那些瘦肉精的豬肉來到台灣 其他的可以吃 你們可以自己販賣自己去煮就可以 但是 學校的飯盒 不准有萊豬 不准有萊豬 要立法院投票 要否決 但是 臨廠左是反對 這個說法的 就是贊成 萊豬也可以做飯盒給同學吃的 所以 這是一個罪狀之一 所以 他的傳遞叫 不必禁用 萊豬肉品與產製品 即是食肅肉精豬肉沒有問題的 接著第2個 又是2020年底 這個 萬華 青山皇宮有個大拜拜 臨廠左 配合文化總會 炮竹噪音大鬧 萬華三天三夜 就是臨廢就直接說過 我們上次說過 又遊遊遊街 你知道台灣的那些 那些 拜拜 那些拜拜 出遊 出行 出行 然後就放了炮掌 由日以計日 日以計日 三天三夜 就很吵 林重左幫忙唱歌 林重左當時負責他有份唱歌 唱完歌就閃人 關人鬼事 吵到街坊就算了 這個就是罪狀二 罪狀三呢 這麼多年來 他的樂團拿了政府多少個標案 這個樂團是閃靈 閃靈這個所謂的 要品格 不是是硬品格 是硬品格 是硬品格 這些是白色的 他拿了很多政府的錢 所謂的標案 就是幫政府宣傳 宣傳台獨也好 宣傳政策也好 總之就是 你是在收政府的錢做事 香港搞一些地區 搞什麼加聯華 拿區議會錢 那類的 那個樂隊 閃靈樂隊 在重金屬界來說 世界有名的 不是說台灣內部 台灣島內 有什麼滅火筒 滅火筒是本地才認識的 出去沒有人認識的 但閃靈出外國也認識的 當選立法委員之後 就換了一個人頭 辦活動 拍電影 都是拿政府的預算來幫補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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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賺不少了 這些你可以說的罪狀 可以說是罪狀的 那個提案人就說 你可不可知道人民的苦 當然要加這句吧 這個道德公地 第四項就是 挑動對立 作為掩飾無能的護身符 只是見他開口賣口 就說達賴喇嘛 就不見他關心萬華西藏路 台灣阿摩 即是 即是那些 那些什麼茶室 那些 阿公店 那些阿公店 他面對罷免 臨廠左 就是 亂說 這些是境外勢力計 最好這樣 即是幾次香港的事 好了 最後這一項 真的很離譜 當萬華失去了這麼多條人命 因為 這個 疫情 COVID-19 沒有護費 令到萬華區 因為萬華區 重災區 即是 都死了很多人 又被污名化 即是說 本來 大家都覺得 這個疫情是來自三加十一 即是來自桃園機場 那個 那個 樂富特酒店 那裡來的 嗯 但是呢 政府就 就是說 有意將它掩埋了 然後呢 將個罪名 就批了萬華 喂 萬華才是爆發區來的 喂 那你作為這個 萬華的立法會員 你是不是出來挺身而出 喂 不是呀 我們要捍衛我們 我們這個地方 本來就不是這樣的 但是呢 他又不是呀 他又沒有說到 失了中 不止沒有說 本來呢 就是立法院就討論 就是說 喂 這個 疫情大爆發 我們都追查原因 那大家 矛頭之向 這個 三加十一政策 那我們是不是要拿 那個 紀錄出來看看 是 官員就說 沒有紀錄 那 你不是說 你官員說 沒有紀錄就算了 那我們要求 開會立法院 我們就希望 就是說 要調查的 那 林廠佐 怎麼樣呢 林廠佐 配合這個 民進黨的政策之下 就擋了 是呀 他投否決票的 就是 三加十一 我們不用查了 所以 令到萬華非常不滿 還有呢 他還有就是說 每當 講到這個疫情的時候 他都 重盤 最終於幫民進黨 說話 暗示 暗示 疫情就在萬華那裏爆發出來的 好了 那還有一宗 就是這個是 你當第六項 也好 你當成為第五項 他去這個淮南市場 就去 所謂 訪問一下他們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也要去市場那裏 因為疫情爆發了 要探一下莊腳 不是莊腳 那裏的那裏的那裏 那裏的那裏的那裏 你也要去拜訪一下他 那裏的那裏 他去到呢 就不進去 不進去呢 原來做什麼呢 等人 是等人 等誰呢 等陳時中來到 好了 陳時中來到也不要緊 你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理論上 如果在部長級來說 大家都是平排的 你是矮人一致 直接是蝦腰地 就拘捕工 就請陳時中進去 那裏進去淮南市場 就被人吵得很糟糕了 不知道的 他進去之前 他還在那裏 他還在那裏 就是 說 柯文哲 就是那個防疫 但是呢 就 就被這個 市場的商會 雙話頭 雙話頭 吵得很糟糕 喂 當年我投你票 你的五家餐 原來這麼反骨的 喂 說南少爺 你來也沒有來過 哦 陳時中來了 你又來了 是不是 你還要等陳時中來了 你不是 一下車你就來了 喂 大家寒圈一下 問一下 問一下我們那些問題 喂 你不是 你站在門口 等陳時中來 然後欺負著腰 陪他一起進來 還有呢 你是質問阿文哲 你將那個 就是責任 矛頭 你在矛頭 就射了 射了去阿文哲 是的 這個就 令到 那個商會 很不滿 好了 我講了 這些就是罪狀 那這些罪狀呢 你是不是足以致死呢 你說足不足以致死呢 憑良心說 我覺得都是不足以致死的 但是 三加十一 十一那裡 就真是令到萬華人 非常之不滿 是 但是都不足以罷免他的嘛 但是問題 現在說報復式嘛 我就說報復式來的 他跟陳柏惟一樣 其中一點 就是謝光先生說了 喂 你當選 你沒有現身 包括現在有人就說 喂 我沒有鎖匙開門 我走下來樓下 你辦事處在我樓下 我進來 問你借個電話 打你職員 都不行 趕我出來 你自己找 喂 你怎樣 你借個電話而已 是啊 類似的 這些都是死罪來的啦 大哥 當然是啦 這些 我看不見了貓 走身的 那些鳥都會找你嘛 大哥 大林闖座就說 喂 不是啊 我其實呢 我雖然沒有來而已 但是我拍了很多片啊 我擺了我的念書啊 擺在哪裡呢 跟大家溝通的 那些人就說 喂 你知不知道萬華那個年 你做了金梁立委 喂 萬華那個人口結構是怎樣 你知不知道啊 喂 為何會有那個阿公店啊 就是老人多嘛 那些老人家怎會跟你上念書啊 就是今天 在YouTube那裡看你的東西啊 就是今天 叫那些阿公阿婆 裝個安心 安心行家進去 街市一樣而已嘛 就被人 扔到暈了 好了 變了 現在就是 大家很不滿 好了 有人問柯文哲 他說喂 唉 那你對這個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 不支持林闖左的話呢 那我猜林闖左 都是危乎其危的 你覺得 假如立案成功 你覺得他被罷免的機會大不大 都大的 如果柯文哲 支持林闖左的話 那就可能會叮咚碼頭 應該在金陵 昨天就有記者 問我文哲 林闖左是不是有幫過你啊 那大家都有交流 我在選舉的時候 他幫過我 有些什麼 可能暫停之類啊 都要講感謝 都要的 但是 說的是不是支持他 在這個罷免 他都說 他對這些仇恨動員式的罷免 我個人表達不太歡喜 就是說他都不贊成這個罷免 所以聽他的語氣 他就不會表態 不會表態贊成或者不贊成 或者是支持哪一邊 他不會 所以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這個雖然都是一個民間的鍾小平 好像發動這個 不是 他是附杜的 他不是領頭人 他不是領頭人 總之 你怎麼給別人看 都是國民黨和民黨大戰的 鍾小平是無黨籍的 現在是不是都可以賴下去的 那麼 如果 柯文哲不插腳過去呢 其實罷免的機會 都大的 因為都真的 尤其是三家十一這一壇東西 就真的激起了很多萬壞人的不滿 我的看法就是 作為柯文哲這個政壇狐理 就一定不會表態 是不是 上一次他都找人去選 這次你就擺明就是 你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那裡鬥 我就在那裡 坐山觀虎鬥 看看執了多少樹葉而已 大哥 我告訴你 公死又有肉食 婆死又有肉食 多好啊 所以 一定不會表態 我們用陳柏惟的案例 其實你會發覺 要投票率很高 那個罷免才會成功 如果是二十四萬多 如果是有五成 十二萬人出來 每邊分六萬多 當你六萬多 就是要說 就要說 萬華基本上是一個陸區 因為它黏著中城 中正就是南區 中正萬華區其實是平均春色的 但是以萬華的人口比較集中一點 中正就比較人少一點 但是林玉芳也不是留的 國民黨已經在這裏經營很久了 所以這次這個罷免 能不能像陳柏惟一樣 激起了一些選民 出來投票 因為在陳柏惟的 我們所謂的台中第二選區 中二選區 有顏家動員 因為很多所謂的台灣專家 他們不知道顏家是甚麼人 不知道顏家的實力 再說多一次 顏家有個媳婦是香港人 最重要是顏家 跟宋主威吃個罐 吃個罐 最重要是這件事 他又是一個香港朋友 所以這次會不會成功 林創作出的套路 跟陳柏惟一樣 就是把這件事情 即是罷免案 扯成抗中保台 就是這個中央指使 每個人都要說的 但是這個抗中保台 或者這個中央指使 在陳柏惟罷免案上 很明顯是行不通 林創作會不會 都用回這個套路 但是成功呢 一定用 一定用 但是未必成功 因為老百姓不會理你這些東西 總之外部勢力 還有林創作的 他媽媽在大陸很大生意 他媽媽和弟弟 在大陸是很大生意的 你可以說 媽媽和弟弟的事情 與我無關 如果調轉國民黨籍 就與我無關 第二個可以說 林創作的你不能說 因為林創作的你很多時候 都會罵起大陸賺錢的人 是不是 他大陸也會罵起 連老母也罵了 其實沒有 不是 罵了 即是一谷裏面 包括他老母 他不是指名道姓而已 好嗎 這樣可以解釋 好了 那就是因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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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覺得很容易 因為 經過兩三壇之後 他們覺得 25這個門檻 真的很容易到 那麼 就 民進黨有意 就又去修例 35 30 30 30 就是 等於 100 搞了三個 其實這個 國民黨一早已經提出了 在2018年 收這個 公投法的時候 已經說明了 喂 你這樣很容易引起 一些人 玩這個 公投 或者罷免 那麼 他們為了降低門檻 還有 當時是誰呢 林勝日 我們一位 林二雄這個勝日 就繞這個立法院 撫合 逼使這個 民進黨 還有 小黨 包括這個 時代力量 逼這個 逼這個 民進黨 當然民進黨 你說逼也好 他本身都想這樣 找人造勢的 好了 就將他收下 收到 8%的硬 就可以 罷免到 那麼 現在就很想 去到 8%的30% 其實 國民黨一早提出的 現在那些人就說 民進黨 提出這個 上條這個 門檻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喂 你怎樣對一下 林勝仁 所以呢 林勝仁 現在應該走出來 吵咬你民進黨 喂 你真的出賣人民 是不是 當年我苦行 行得那麼辛苦 又絕食又苦行 我勝仁 這個光環 是假的 是假的 是不是 收完又收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說 上條下條 但是 林勝仁 一定是 沒有資格說 為什麼呢 他有份發言去護航 大哥 是 他們時代力量提 簡單多數就可以了 是 但是他說 我只是其中一個 哈哈 就是說 你主要是 同意的 多於不同意就可以了 那民進黨 就說 這樣很兒戲 不行 就是 那個門檻 始終我們門檻才行 現在25% 是 好了 莊子有一句名言 大家已經聽過了 聖人不死 大到不止 大到不矣 即是 林勝仁不死 台灣的車繼續亂下去 那你林勝仁現在出不出來 民進黨就說 說明就會將會修例 上升到30% 那你林勝仁怎樣 會不會出來注釋 因為你當時 其實他都不滿意的 他是跟時代力量 一樣的 簡單多數就是 現在30% 你林勝仁出不來 苦行 所以呢 聖人不死 以下林勝仁來說 如果這次罷免案 是同意票 多於不同意票 但是 不超過25%門檻 林勝仁 你會不會說 有一個政治 道德 喂 我當日 我就是 我是始終勇者 我簡單多數 你會不會說 不到一以貫之 是啊 我再提案 我反對民進黨這個做法 不是 我反對這個人 我辭職 因為 反對 就是同意 罷免的人 多於不同意 所以 我秉持我的宗旨 我就會辭職 先叫林勝仁 哲食死了 糟了 下次再來 好